各位朋友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其實我們看恒真子倉出現了一個走勢 在這個位置有船復低之後不斷地震倒 其實這種玩法或者這種走勢 其實是一種震撐上的走勢 為什麼呢? 在29日出現一個東大陰線的調整之後 市場是打穿了17000的支持位 1號可以去到168附近的水位 168,163也好 其實這些水位基本上是短線來說 都不會再繼續向下塞得太高 反而這裏不斷地震倒 所以我看到他今天的市場是屬於一種震倒師為主 在這個位置會不會像之前一樣 可以說震一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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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目前為解是他揭發這種邏輯性的基礎 但可能有小反抽 類似哪點?類似這種 拉兩三條陽線 兩條下來 兩條下來 那就沒有了 好情況大機雷礦可能會出現這種類型的走勢 但沒有這種 像國慶節之後的走勢 那樣的一個連想的一個趨勢 所以這裏我們的倉位不如提寵 應該要以短線型的震倒式去對應 但是我們現在的這個市場的一個走勢 好吧 那具體去做什麼類型的板塊 或者我們可以去做哪一部分的一個佈局 其實在這裏我們都有一些深水類型的一個股票 可以跟大家去做一個分線交流 這個呢 留意我們星期六的線下研討會 或者留意我們其他時間的一個直播也好 或者再給大家一些參考性的方向 那這裏我首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大概是我們可以做生物醫療股 生物醫療股的方向 相當來說是比較靚一點的 也都是由資金在現階段來說是有入場的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麼多 多謝各位同學